另外因为疫情和供应链压力导致美国军售交付严党 影响的不只是美国对台军售 美国国防部在去年8月成立专责 外国军售的老虎小组 检视美国政府对外军售延宕的问题 老虎小组提出六点建议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予以采纳 包含改善对盟友伙伴需求了解 提供盟友伙伴优先能力 加速采购以及合约八包支援 扩大国防工业基础能力 以及确保美国政府的枉泛支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